每年香港小姐选举都算是一场香港娱乐的盛典 只是近些年选出的港姐真的有一点一言难尽 日前20位候选港姐齐聚西贡进行外景拍摄 在拍摄现场港姐们滑滑绿绿的衣服竟成了大型买家秀现场 据悉港姐们出镜的服装都是由主办方提供的 大家都知道香港TVB在服装方面一向都很节省 所以有香港媒体猜测港姐们的衣服该不会是网购的吧 果然很快就有网友扒出了同款 便宜的几十块最贵的也不超过300 这件本来是法式风格的连衣裙 一不留神就成了大马款 不过81块钱的衣服剪裁也不能要求太高 还有这一件衣服看起来质感就不好 也是难为这位佳丽了 条纹连体裤是今年的新款 但是搭配的腰带也让人看不懂 这一身衣服让人感觉仿佛停留在上个世纪的审美 这位佳丽的一身稍微好一些 但也是全靠颜值和美腿硬撑 这位佳丽有漂亮的锁骨 但硬生生的被衣服衬托成五五身 不仅主办方准备的衣服品位堪忧 港姐们的私服也并不时尚 比如这两位 明明连长得很老气横秋 非要挑少女风的小连衣裙穿 许多网友就纳闷了 香港人不是一项穿得很长吗 为什么港姐们个个都是时尚黑洞呢 什么狭心